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陛下 赵子爷 这附近应该有水盐吧 看见没有 把他叫过来 快去 我们大人找您问路 跟我过来 我们是唐朝来的 要见你们的可汗 现在人马需要寻找水源 补充号再走 这附近有水源吗 马走半个时辰 有条两个马宽的小河 冬天也有水吗 没有 哪儿哪儿有啊 十个马宽的河冬天冰下有水 两个马宽的河只有冰 好 谢谢了 走 走 是铁水 鸡下 居大陆两里 都驿驿马吧 好 来 好 来 你看 这风光非中原所能见哪 来 这 带的东西不多嘛 可都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好东西啊 真的啊 真的 真的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吗 真的都是你们可汗想象不到的好东西啊 我们快走吧 走 走 我们很快就能休息了 走 去吧 这休息 快吓 不是听说他们死了很多牲畜吗 这是最高礼仪 可汗大概很高兴 要知道那样的丝绸 我们也不是很多 来来 喝酒 干 干 这什么肉啊 这是黄羊肉 这黄羊呢 不能被驯服 只能捕猎 我相信你们没有吃过这种肉 请问可汗 这是什么肉啊 这是黄羊肉 它跑得非常快 再好的骏马 再凶的狼也追不上它 狼只能用智慧包围它 而我们就学会了狼的智慧 把他们引诱到我们的包围圈里 用箭来射杀他们 不过这很难的 对包围起来的东西啊 你要很注意 不小心的话 会射中对面自己的人 来 来 可汗 我从来没有在这儿打过猎 如果有可能 是否能让我参加一次围猎呀 你真的想参加围猎吗 真的 你就不怕有人从对面射中你吗 我怕 我怕 但是我的陛下 唐朝皇帝会不相信我是那样死的 所以如果有人从对面射中我 那会是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它也会使你们颜面丧尽 因为你们是人人都知道的好猎手 你们经常围猎 难道你们每次围猎 都会射中自己人吗 看来我们真的要打一次猎了 那好 那就让你知道我们是真正的猎手 好 请吧 请 请 我就不去打猎了 我希望待在可汗身边 好 来 请 请 打猎各有各的办法 如果咱们混合在一起打 双方都没有收获 我看哪 咱们各自打猎如何 我们对这个地方并不是太熟啊 你们不会是把所有的猎物都打光了 我们连下酒的肉都没有了吧 哈哈 那就要看运气如何了 这样吧 咱们左右分开 两天以后在北山会合 好 北山会合 北山会合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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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们先下去吧 给赵将军上酒 是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杰里可汗 你可知道 唐朝自李世明继位以后 为什么会越来越强大 为什么强大的草原十八部 反而走了下坡路呢 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大唐把所有不利于皇帝的事情都免除了 所以现在皇帝可以为所欲为 嗯 他手中有足够的军队 有钱粮 但是可汗手中呢 你们的牛羊是十八部族的 不是可汗的 你们的弓箭是十八部族的 也不是可汗的 加上中原人 本来就多于草原人 现在又能够集中力量 十八部族人本来就少 力量还分散 一旦有事情 如何对抗唐朝啊 没错 那你说 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只要树立可汗的权威 加强可汗的地位 保证可汗有足够的钱粮 加上草原人能齐善舍 唐朝并不可怕 好 好几年了 我都快没有信心了 你是上天送给我们草原的礼物啊 好 好 就照你说的做 我绝对不让我们祖先的大业 在我的手上毁掉 好好好 天不亡我草原啊 让我得见赵将军 好 好 那个中原的唐俭不是迷路了吧 好 他们毕竟对这儿的路不熟悉啊 他们这是在跟踪我们 他们本来应该从西边到达才对 弟兄们 你们把你们的唐俭女给丢了吧 驾 驾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 这北山的风景真是不错呀 是 对于我们的牵手 战灾 这是行为之差 但是製兵人 牵手 是 你够定帅的 故障了 我对你 我正好 你还很意味着 有计划 休息 不过我们要起身回长安了 红鲁卿啊 我想为大唐 做一些事情 陛下 虽然屡次说要网络人才 可这方面我出不了力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意思 不是在朝廷里为大唐做事 我听不懂 我的意思是 这里 我的意思 就是在这里呀 你不知道 劫离克汗这几天 与我可是推心致富啊 我也没有想到 所以 我要在这里 为朝廷做事 你懂吗 懂了 真没想到 不过这样很好 你做的 要比我做的有用得多 请红鲁卿回长安 带我向陛下 表明忠心 草原十八部大势已去 条件成熟 一定可以攻去 何意见得 士兵贪婪 给一点小礼物 问什么就答什么 这说明士兵没有防范之心 更说明他们上下不一致 大可汗一直野心勃勃 但是百姓不希望战争 还有呢 贵族之间也不协调 其中 小可汗的力量 虽然是小于大可汗 但是 小可汗不服大可汗 这对我们十分有益 还有 赵德言留在了那儿 赵德言是个为了向上爬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人哪 他为了博得 竭力可汗的欢心 他会给他出很多很多的主意 可是呢 赵德言并不了解草原十八部 竭力可汗 一旦采纳他的意见 就会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呀 这就是赵德言最大的用处啊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这句话 说赵德言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句话 败败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说的呀 正是 你跟赵德言有过交手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此人跟我正好相反 我这心中有什么话就说什么 赵德言则总是在猜夺陛下的心思 说陛下喜欢听的话 做陛下喜悦的事 你们看看 我说卫生 你们两个就不能相互学学吗 你就不能变得圆滑点吗 我要是变得圆滑了 那陛下还有我做什么 你原来也清楚啊 可我要说的还没说完呢 你想说什么 我曾多次向陛下讲过 治国必先立己的道理 是 你说过 说过多次了 我也听烦了 怎么着 你难道还要再说一遍吗 正有此意 陛下听了这么多遍 为什么每次都不能照着去做呢 我又做错什么了 陛下想想 这样利用赵德言 是一个君子的作为吗 那赵德言本身就是一个小人 陛下凭什么用君子之道代他呀 此言差矣 陛下是一国之君 是天下人行为的典范子 这等小人之举 难道不是教天下人学话呀 现在是打仗 有什么君子小人哪 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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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行了 我告诉你为证 我是不会听你的 你去吧 大臣 见了 你们也都 都下去吧 是 是 是 陛下 如今最要紧的 就是加紧税收 增加经济实力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 对 立刻就办 等等 给可汗看一样东西 什么呀 可汗请看 这上面的文字 就是可汗的名字 以后 只有凭着这个大印 才能证明 是可汗的命令 这也可以预防 有人假冒可汗的名义 做事了 好 不错 真不错 过去有什么事 都是派人去说 有时候 说什么都给忘了 这下好了 有证悟了 好 草原十八部内部的问题 在积累 不久 就会出现大的问题 比如说 大小可汗之间的问题 到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平定草原十八部的最好时机 我们要激化他们的矛盾 是 对了 竭力可汗来信 说 希望保证 赵德言家人的安全 看来 看来 赵德言 是得到了可汗的重用了 好 赶快 把赵德言的家属送过去 应该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才对 好 我这就去办 来 赵德言 被草原十八部重用了 你就没什么好说的吗 陛下 陛下知道我怎么想 为什么还要问呢 我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么做 魏征啊魏征 你可真够死板子 两军对垒 单凭战场的厮杀是不够的 懂吗 所谓 准备靠算 打仗 就是靠骗哪 陛下 你是把赵德言当奸细派去的吗 赵德言知道陛下派他去的目的是什么吗 陛下认为这是君子之举吗 既然不是君子之举 又何必为之呢 我告诉你魏征 你根本不懂 为了千百万将士的生命 是不是君子有什么关系 嗯 我认为值得 全是仰仗可汗英明啊 好 来来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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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汗 这个汉人怎么总在我们这儿 他可是一个聪明人 再聪明的汉人也不是草原人 哎 哎 草原人再聪明 也聪明不过汉人 他们的心眼儿 就像草原上的马蜂窝一样 懂了 他们的心思 比马蜂刺还毒 哎 汉人有各种各样的汉人 草原人也有各种各样的草原人 这李世民就是不一样啊 总之我们不能什么事都听这个人的 他说的有道理 为什么不能听啊 他可能是汤朝派来的奸细 他为我出主意 就算是奸细 那我也宁可听奸细的 托律 好好管管你的属下 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跟我说话 天要刮风 人要说话 他有话要说 谁也挡不住 站住 走 放手 快点快点啊 快点快点 都快点 给可汗的睡羊 我们已经上脚了 为什么又要交心睡啊 这是大可汗的睡 大可汗可要远征了 每次远征 梁草都是我们自己准备 难道从今以后 是大可汗为我们准备梁草吗 可是每次抢回来的东西 走走走 不过都是在你们自己手里吗 大可汗不是有自己的草场吗 不是也有自己的牛羊吗 难道你们的草场 挂黑风了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你们就要交更多的睡了 别动 我们的可汗是独立可汗 我们已经交过他的睡了 大可汗 快 只能从东边草原收睡 说什么的你 抽吧 你的鞭子 如果抽在突立可汗牧民的身上 突立可汗的鞭子 也会抽在你的身上 抽啊 抽啊 你最好把我的袍子抽得粉碎 我会拿着破袍子 去给我们的可汗看看 你抽啊 怎么了 好了 这下你要抽的人多了 抽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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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要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这片草原上真正的主人 对 草原上 只能有一个主人 草原十八部 只能有一个可汗 我早就看出突立 像狐狸一样狡猾 而且有狼一样的耐心 我要他把他的心 像毯子一样的展开 用我高贵的靴子踏过 我要让他知道 谁是 靴子下的毯子 毯子上的靴子 这雪是越下越大了呀 这雪的确越来越大了 是啊 都没吃的了 就是 我们怎么活呀 就是我们怎么活呀 对啊 快没吃的了 要不咱们抢吧 对 抢 抢能抢 抢谁抢 能当抢 怎么不能抢 这不行吧 这儿啊就你胆最小 对 抢吧 别给我瞅了 还不能抢 还不能抢 你洗礼是我们的门口 对啊就能抢 再不能抢就饿死了 我们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这不是抢吗 我们不能抢自己 你胆太小了 抢 抢我看你抢 对 我同意 想 我也不行 我看你一定要抢 我觉得不行 就是 不想我们吃什么 就是 竭力的这种做法 会是我们从草原上 永远消失 而它还存在 我下决心了 愿意随我干的竭力的 就对着这把刀发誓 我愿意 我也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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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 我 我也来 干掉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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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两年的血灾 我们现在攻打竭力 我们现在攻打竭力 力量不够啊 刚发过誓 怎么 你就变心了 我 我没有变心 我只是想 我只是想 如果我们要成功 就得考虑得周全一点 也许 我们可以联络唐朝 一起干掉竭力 这倒是个办法 草原十八部 在大唐北方的属地 已经投降 归顺大唐 平定十八部族的时机 已经随时显现 又不厌 现在 大唐的兵力如何 老府兵 现有二十万 新府兵 陛下 陛下 按户口算 可以有十万 够了 后勤供应 大概可以 维持三十万人 四个月 如果四个月 解决不了草原十八部 陛下 就要提前加租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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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来来来来来 谢谢陛下 小心 接着说 并不常说 你说 陛下 从前朝 我就开始打草原十八部 难道要我在有生之年 都看到草原十八部 年年来进番吗 到今天 徒增白发 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说得好 打草原十八部 这是最后一战 如果拿不下来 或者是 拖长战期 我们又要受耻辱 所以 我们要 全力合机 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 是 报告 怎么样 那东边的草场顶棚 被压塌了 我们储蓄的牧草 全被压在了底下 那牛羊吃不到草 很多都因为饥饿而生病了 我已经命人 马上去清理了 冬上的牲畜怎么样 恐怕 就不过来得多 这连续两年的学载了 我们的实力已经快被耗尽了 可又来了这第三场学载 再这样下去 连人都要饿死了 靠我们自己 肯定是挺不下去了 我们只有向别人求援了 向谁求援 难道向杰力 我刚刚说要干掉他 又向他求助 我有什么脸面 况且他那里同样遭受了灾害 情况不会比我这里好多少 好 向大唐求援如何 大唐 虽然我们这里也下雪 但是 没想到 一场大雪 会给你们带来这么多的灾难 草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生存的根本 现在入冬时间还不长 草原上还有很多没有枯死的草 可以供牲畜吃 可是大雪把所有的草原都覆盖了 牲畜找不到吃的 就会活活饿死 难道 你们就没有储备的草料吗 储备的草料也只够两个月的 草原上的冬天长 现在吃了 将来的草料还是不够 牲畜一样会饿死 是这样 不仅是这样 现在已经有很多牲畜活活冻死了 草原不比中原 到了冬天 除了牲畜 我们就没有别的食物 再这样下去 我们的人也就要跟着饿死了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这样吗 你先下去吧 我和大臣们商量一下 再跟你答复 是 你们看看该怎么办 想不到 草原十八部还张得开口 他们这个时候 怎么不提 掠走我们的人口 侵占我们的土地了 看来也是被逼上绝境的 那天助我爷 天助我爷 陛下 等草原十八部的实力耗尽 我们就可以不动干戈 轻易地把草原十八部打下 陛下的意思呢 如果我答应他们的请求呢 陛下 这万万不可啊 你这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的 敌人 如果他们不再与我们为敌 我当然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 陛下 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们帮助他们 我们就失去了战胜他们的最好时机啊 是啊 陛下 现在我们帮助敌人 你等他们缓过劲来 拿起武器 还会骚扰我们大唐的子民啊 他们现在没有拿起武器 陛下 他们是面临绝境的灾民 陛下 恕臣直言 你 征战四方 无比英勇 今天你怎么有妇人之人哪 陛下 我赞同你 韦征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我赞同你 魏征啊 你今天真是让我惊讶呀 你没有说治国必先自律的大道理 我为设计出力 自然不顾得失 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我认为错的 我就会反对 我认为对的 我就会支持 好 说得好 陛下 我们 我们即便是帮他们 我 陛下 好了 不要再说了 马上准备好粮草 支援涂离 准备好了就出发 不要耽误 是 什么意思 这算什么意思 图里背着我私通大唐 他在眼睛里还有没有我 哎呀 想不到的是 大唐还真给他面子 你说 他要的东西 居然给他都送来了 不行 我得找他办办 哎哎哎哎 且慢 你这么一去 问不出个什么来 反而有失 大唐的身份哪 那你 你说怎么办 你说 你说的太对了 所以我要严惩图里 不 先不要着急 我 你 大唐不要着急 还没有到翻脸的时候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这个 我看 可以这样 把突历从大唐弄来的物资 分我们一半 这样我们可以对别的部落说 我们 是派他到大唐要东西的 不是他去大唐 私通的 这样 别的首领 也无话可说了 嗯 那就白白放过图里了 哎 先忍耐一下 将来有的是收拾他的机会 嗯 好 就按你说的吧 图里 咱们走着瞧 凭什么 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的 凭什么要分给你们 啊 你们都干了什么 这可是大唐的意思 你最好别对着干 杰利也欺人太甚了 这些粮食和物资 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他们 我们根本就挺不下去 难道杰利就忍心看着我们这些人 啊 一个个非饿死吗 啊 有本事 他自己去跟大唐皇帝要啊 坦德里不是还有个中原人吗 让他去要啊 这么说你是不给了 当然不给了 什么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 你也知道 大汗的意愿是不可为的 你这样做知道是什么下场吗 当然知道了 我把东西给了你们 我这里会是什么下场 你要想清楚 想清楚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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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